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构建的制造技术 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 大体上纪念了这样几个阶段 六七十年代 也就上世纪的六四十年代 它开始发展了数控技术 开始发展数控技术 因此叫做CAM技术出现了 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 以柔性制造单元 与自动和半自动的物流需送组合 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出现了 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 以信息工艺物流计算器继承的 控制为特点的这样一个继承制造阶段 那么九十年代以后 中期以后 主要是以实际智能化 单元加工过程的智能化 和整个系统管理的智能化 为特征的这样一个 自动化的制造体系 制造系统 那么这个出现了好几个名词 大家以后要注意 别人家 什么叫做AMT 什么叫做CAD 什么叫做CM 什么叫CAE 什么叫CAPP 什么叫FMS 什么叫PDM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这都是现代制造技术的 几个非常重要的 实习的英文单词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 无图纸制造技术 航空工业是最早采用 计算机CAD技术的部门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具有复杂区民的外形的 这样一个产品 在飞机的工厂里面 过去的话 传统上是用人工的模板 样码来划区线 来生成自由区线 这样的制造周期长 制造精度低 互换性也差 不能是以现代航空工业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 特别是用数据方法 来定义自由区面的这样的方法的出现 使无图纸的设计和无图纸的制造技术 应用而生 那么波音公司 就是最早把工程图纸的数据输到计算器里 直接送到加工部门制造 最早是些无图纸制造工部过程 那么无图纸设计有什么优点呢 它能保证数据源的唯一有效性 极大的射短了飞机设计的周期 降低设计成本 它的特点是呢 由传统的过去都画个二维图纸 那么发展为这些设计一个三维的零件 你看左边这个二维图纸 这么复杂 很多人不经过虚析的话 还看不懂 是什么一个形状物体 但是我们直接用三维设计 右边大家一看 直接就会了解 哦是什么样的物体 哪里有孔 哪里有突起等等 那么无图纸制造这个构成的话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就由于我们现在用三维模型 它就高度的面向制造信息了 因为它有厚度 有高度 有孔 有突胎等等 可直接运用这个三维的这个信息模型 不必花大量时间来解读 这个二维图纸是什么意思 专配关系等等 可直接用三维信息来进行制造架 那么 无图纸制造的它的优点是可借约90%以上的找图 查图的实际 便于公寓审查工作及生产准备工作的开展 大幅度的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和有数短无论机和飞机的制造周期 这是一张典型的用计算器控制五度次加工的这些个测键 大家看看 那排名是计算器 中军师这个速工加工这个计算 它可以就通过这个计算器把数据输进去 就可以直接生产 而且可以生产流水线 无论其零构件的加工成型技术 和传统的机械加工有相似处 比方讲冷加工用计算器蓄 热加工铸造锻造焊气日处理等等 以及区区加工 集合加工和变形加工 还有一些需要特种加工 和先进的加工技术 像精密成型技术 包括精密铸造 精密锻造 精密焊气 以及超精密的机加工等等 还有高速加工技术 以及激光加工技术 和快速成型技术等等 这些先进的加工技术 那么我们这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速工加工 什么叫速工加工呢 就是指在速工计算上 进行零件加工的一种工具方法 也就是用数字信息控制零件和刀具的位移的这样一种机械加工方法 它是解决零件品种多变 形状发展 技术进度高等等问题 实现了高效化自动化的这样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 那么少不了 它要有一种特种的速工计算 这种速工计算 就是一种专用程序控制的系统 自动化的这样一个计算 它是经过运算处理 有速工转制 发出各种控制的信号 来控制机船的各种刀具的动作 按照图纸的要求 来加工零件的形状或刺层 并且加工好的零件会自动的停止加工 这是一个典型的速工计算 比如说有五桌标 三桌标等等 六桌标等等 那么下面这是一个速工计算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那么速工计算呢 它是用计算器 或者叫速工系统 来控制机船的运动和辅助的一些动作 这个速工系统的指令呢 是由程序员根据工件的材料 它的加工的要求 机船的特性 系统所规定的指令的格式来编制 所以速工系统是根据程序指令的师傅装置 和其他的功能的部件 发出的运行和中断的信息 来控制机船的各种运动 但临近加工程序技术的时候 机船就会自动停止 所以速工加工 这个它是普通的传统那种手动的加工功能 它是不能承担的 它必须要知道输工加工的一些程序品质 因此目前大学这种懂得输工加工的大学生人才 在共备允求 还没有毕业都被许多公司共产去施行预定了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一系列的程序控制这个加工过程 这里面就含有什么 计算机辅助工艺的实际 那么它是利用计算机 那个技术来辅助工艺人员 设计临近从怎么样从毛皮加工到成品 这样一个制造过程和方法 它是以人为中心 根据产品设计的数据 人机交互 有计算机自动的生成 产品加工方法和工程规程 也就是将产品设计的信息 与制造环境提供所有可能的加工能力的信息 进行一些匹配和优化 这样一个过程 加人工智能的技术 应用工艺的自动设计中 工艺中的每一套工序 它的工部都依赖于零物件的特征的一些信息 不同的工序 不同的工部 使用哪些刀具 使用哪些家具 一起生成不同的 那个疏控加工的这样一个代码 这是一个典型的 从设计到加工工艺过程 管理和设计的这个总的跨度 那么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心无人机机构的加工 那为什么要专门介绍这一季呢 就是因为很多学生 我们在学校里 怎么样通过我们自己 能够动神 加工这些小型的无人机 这些模型 那么由于小型的这些无人机的这个机构呢 通常采用轻测的航空木材或者塑料 一些非精神的机构 可以在一些一些比较简易的收空加工计算上所进行 比方讲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机关气格器 普通的机关机构格器 它可以用来加工的航空木材 一些塑料件 高级的还可以加上金属件 你只要把这个你要实际的图形输到这个机关机里面去 它就会自动的来切割你的木材和其他材料 来达到你原来所预想的形状 那这就是这个学生所加工出来的这个机翼的 也是意乐和机翼国家的这样一个机构 还有用这个机关气格器所加工的什么机身的国家机构 另外一种就是叫做雕刻器 它会雕刻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塑料 甚至近随间和雕刻一些小的零件 另外就是模具架构 就是有些复杂形状的外形的话 它不可能用刀具一下子把它加工的 一次性的把它加工出来 因此它会用粉状的和牛状的这样一些塑料 用这个模具给它挤压成型 那么模具架构最常用的就是用注数剂 注数剂来加工 这是一个典型的注数剂 你看它上面是一个模具 把模具放进去 再把有牛制的塑料这个材料吸进去 通过几压 最后就加工成一个复杂的外形进行出来了 那模具加工毫无意义的 要用模具 那么模具实际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 它不但要反映这个飞行器构建的形状 而且要适应怎么能够加工 加工出这个零模具 那么本期要讲的问题 这样几个问题 1.CG与CM不同的含义是什么 2.无图子制造技术的关键在哪里 对于无人机制造有什么意义 3.如果你要进行收工 加工零件 需要掌握哪些技术 4.如果你作为学生 4.要制作一家小型无人机的机体机构 需要进行哪些过程 5.机关器构机的加工原理之处 6.塑料成型的方法 为什么需要模具 7.你知道模具的形状 和要加工的宁件的形状 有哪些区别 我这一期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